好 好 那謝謝柏青哥我剛才坐在底下 我以為 我以為他會有個兩分鐘的導讀之類的 好 這個是我本人 對然後我本人比這個胖一點 因為這是我用Photoshop修過的 好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叫 小林他在那邊 然後我們一起創了這個品牌叫做 叫做Denwar 這是我們的Logo 很多人會唸成Denwar或是各種奇怪的發音 就是他叫做Denwar 好 這是我叫做真佛號然後簡單的講一下 我身為學生 我的一些歷程 首先我是交大電子系畢業 然後現在是 台大商園所半畢業 就是我一直逃避進入職場 這件事情所以我是半畢業的狀態 好 好 然後就是身為學生 其實我也會做一般學生會做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就是很平凡的學生 只是我們碰巧在過去這個八九個月 選擇要用創業來幫我們的 學生生涯畫下一個尾聲 對然後我就是在 這些公司做過實習 然後目前就是Denwar的共同創辦人 好 那我花一分鐘簡單的幫Denwar做一下介紹 不是廣告 我們是想要做一個台灣出發的服飾品牌 然後我們的命名來自於 牛仔鋪Denning 還有象徵前進的forward 把它組合在一起 最後我們就是有一個 願景都要喊很大聲 聽起來它會比較屌 所以我就希望它是一個國際級 然後但是還是要made in 台灣的品牌 至於國際級以後台灣的產能 能不能負荷就不是現在要考慮的重點 對 然後剛剛有聽到有rebus的人員在這邊 希望有機會也能夠被他們promote一下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我們目前是選擇用FlyingV 大家應該 應該有一些人知道 就是一個群眾募資的平台 然後我們在7月28號募資會結束 目前募到大概46萬的新台幣 然後有獲得一些媒體的曝光這個樣子 好 那就簡單講一下 就是關於創業這件事情 這是我從小最質疑的想像 就是當然大家都會一直變嘛 像幼稚園和國小 你只要說我的志向是科學家 老師就會說哇 你好棒 對 所以我就寫了科學家 然後後來8到17歲 我會覺得我自己長大應該會是一個 淡國民地住在山上 就是自己用太陽能板 發電的一個環化的人士 對 然後但是後來在高三左右 我去補習班 準備要衝刺學測指考 所以我突然覺得 在台上一直唬爛 然後高中生笑半天很帥 所以我就打算當一個補教名師這樣子 對 不過因為我一上大學 第一個學期就被二一二 我本來就叫我不要再去補習班 當輔導老師 太浪費我的時間 對 後來我就暫時找不到我人生的目的 我就開始想說 我大概以後就是會中個樂透吧 或是我拿到一小筆錢以後 我就會 不小心投資股票賺好幾億吧 就是各種投機的想法 後來進到研究所以後 開始比較正途的思考 突然覺得 也許就去一個外商 找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慢慢爬上去這樣子 對 不過其實這一路 從投資項一直改變以來 其實我一路都覺得 我以後想要創業 只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一直腦中有一些 各種idea聚集在一起的一個資料庫 不管是賣吃的賣喝的賣電子產品什麼的 我一直覺得我以後可能想要創業 所以當有一天就是我的夥伴 就是在我們一群人的聚會裡面聊到 他想要用牛仔褲來創業的時候 馬上打中了我的資料庫裡面的其中一個 沒有牛仔褲這個選項 所以我就跟他說 太好了那我也想要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平常就是要一直在腦中 要有一個想法在裡面醞釀 你這樣久了你就會 在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才有把握到的機會 因為像當天在場也有很多人在 但是他們可能平常沒有想過要創業 或是有想過 但是沒有像我想了這麼久 所以他們都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真正投入的就是我們兩個這個樣子 對 所以目前對質疑的想像就是 也許會就這樣一直創業下去吧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失敗 又跑去當補習班老師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是一個很懶散的人 就是 而且只要 我是一個又懶散又 覺得 只要事情 我不知道要幹嘛 為什麼要做的話 我就不願意去做的一個很現實的人 對 所以 但是因為人生中 你還是有很多事情 一定要去做嘛 所以久了我就發現 我比較適合一個專案式的人生管理 像是我大學的成績很爛 我就 但是到大三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不行 我還是需要這張文憑 我要畢業 所以我就開始了我的大學畢業專案 然後我就大三大四 我大概選了100出頭個學分這樣子 對 當然最後沒有全部都通過 但是 至少讓我比較接近畢業了 雖然最後我還是大五才畢業 這樣子 對 然後像 像各種 考研究所 然後或是上了研究所以後 大家會去實習 我就找實習 或是因為想要交換學生 我就必須去考託服 就是這些都是 一個一個 在我眼前 對於一個懶散的我來說 我覺得很麻煩的事情 但是沒辦法 我覺得 該做的事情 你就是要 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給自己一個實現 然後找到時間去把它執行 就是 或過一個像是專案的方法 把自己當成自己的PM 然後去努力的去完成這些 你覺得該做的事情 像創業對我來說 也就是一個 那些 只是為了抄電影的名稱而已 我其實覺得創業是一件大事 好 在創業過程我學到的就是 做各種事情 我們都不用當到最好 但是你必須是很剛好的那一個人 像 我們兩個都不是念設計的 要做牛仔褲 我們絕對不會做出最好看的牛仔褲 然後像我們拿到Fly EV募資 我們也不會是全台灣最會募資的人 但是我們就是很剛好 台灣就是過去沒有人 把牛仔褲用到群眾募資平台上面 去販賣 所以我們剛好就是第一個這麼做的人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 台灣群眾募資史上服裝類 金額最高的人 不是因為我們最好 只是因為我們剛好 那我們選到一個方法去 凸顯出我們自己的差異 那我覺得創業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兩件事情 就是要決定方向然後統籌資源 我們想要做什麼東西 好確定是牛仔褲 那要用什麼去賣 是要用露天拍賣 還是要用群眾募資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決定的方向以後 很多事情我們自己不用會做 但是我們要統籌資源去把它做好 就是看有東西你可以自己做 有東西你要外包 不管是什麼方式 你就是透過把資源整合在一起 然後給出一個方向 讓這些事情自然而然的去做到 然後某一些時候你一定要自己親自 擱起袖子下去做 這就是我覺得自己是要自己必 因為在創業的過程中 就沒有人會cover你了 如果你去實習 你一個東西搞砸了 你的主管一定要自己做嘛 不然怎麼辦 但是在創業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是要自己來 然後從我過去人生經驗發現 各種時候你的作性都一定會產生 尤其是很多事情做得很累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去有一些懶散的念頭 而且鳥事是一定會發生的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路上都一定會有各種你想不到的事情 要去克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 然後其實鳥事發生了 一件一件的克服 最後你就會走到你的目標 好 那我覺得事情很重要就是要 你要有一個目標 然後你找到熱情去 督促你自己去完成它 然後最後就只是執行面的問題了 好 然後送給大家一句話叫做 鳥事會過去 成果會留下 過去那些鳥事 十年後你都不會記得了 但是你做過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講得很臭屁 像你做過這件事情一樣 好 那接下來換我的夥伴小林 大家好 我叫陳玉玲 朋友都會叫我小林 那當時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想說沒有搞錯吧 就是創人無分享 因為他 因為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是要講 講給我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假情就熟 因為我們已經 有滿多媒體已經採訪過 就想說 那大家就是這樣 就他說 我們想要知道一下你身為學生的經歷 那我就覺得 好像找錯人 像剛剛曾報告就說 他念到大五 我也是念到大五才畢業 我在 先講一下我的背景好了 我是讀正大胡茂系畢業 然後接下來 唸台大商業所 那現在就是 我剛畢業 我七月才畢業 然後就是在做這個電話的東西 所以沒有找工作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大學期間 跟研究所期間 在做什麼好了 我大學期間的時候 我一進大學 我就想說 太好了 我高中唸那麼久的書 就是為了大學 我要一直玩 我什麼事都不想做 我就是要一直玩 然後結果學長就來說 欸學弟要不要加入戲學會啊 然後我就說 欸戲學會在做什麼 然後學長就會說 喔那就是辦一些活動 認識一些戲上人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戲很大 我們戲一界有100多個人 所以四界就會有大概500個人以上 那所以我就加入戲學會 然後戲學會就是整天辦活動 跟學長聯絡 跟學弟妹聯絡 跟同學之間聯絡 所以我覺得戲學會 在我的大學生活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來 我有加入戲場籃球隊 那交換學生是 我在大師的一個學習 我有去美國 那這個我等一下再仔細講 那研究所期間 我做的事情就比大學認真一點 我又去參加一個商業競賽 是Loreal的 那我也一樣繼續打籃球 但是我也有在 跟大學比較不一樣 是我剛才找了一些實習來做 那接下來仔細的講一下我大學期間 那廣告戲戲學會就是一個會辦很多 拉哩拉喳習慣活動 因為我們戲蠻奇怪的 他還會辦一些 例如什麼試感大會這種 好像不會有很多戲辦 那移心術營那種大家都會辦嘛 所以我辦很多活動 認識了非常多人 那時候我大一 我大二的時候 從大師到大一 我大概都認識一半以上 就是因為我加入戲學會 所以我會覺得說戲學會感覺好像都在玩 但是其實對你來說是一個認識朋友 然後練習去怎麼辦事情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接下來就是我加入了政大國防系的籃球隊 籃球隊一隊大概可能就是二十幾個都是男生 就是一個練習 我就是練習團體生活的方式 而且接下來我後來有當隊長 就是要練習領導一些學弟 因為其實那些學弟剛進來 他們就會很盲目的相信 他們就會覺得說你是隊長 你應該什麼事情都會知道該怎麼辦 那說實話你身為一個領導人 你根本就沒辦法知道什麼事情應該怎麼辦 你不可能什麼都知道 但是你就是要練習怎麼樣去帶動大家說 願意去做到你想要他們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交換學生這件事情其實也蠻好笑的 那時候在大三的時候忽然決定說 好我想要去美國看NBA 那我就申請了我們系上的交換學生 接下來我就考了 我就很認真的考了托福 然後就去美國 我去Houston 然後就在那邊大概半年 那在Houston的期間 我那時候在那間學校 我大概是整個大學部 唯一一個會講中文的人 所以我變成我一定要獨立生活 然後我在那邊也沒有任何認識的朋友 就會在那邊自己想辦法去交朋友 自己去解決問題 那我在那邊學到的其實就是 你什麼事情你自己遇到的 你一定要自己想辦法去解決 因為在美國文化就是這樣 你不講他們就會覺得你是接受的是OK 但是你其實只要講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像我那時候就有換宿舍 因為我覺得我室友非常煩 他半天會一直吵 我後來就直接換宿舍 然後我就去學校申請換宿舍什麼 自己把它跑來 我跟那個搬家了 然後就是我學校的事情 你要獨立生活 你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然後到研究 然後到我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完了 我好像從來沒有想過我未來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看到我有一些朋友 就有考驗就說 所以我就也開始努力的準備考試 然後隔年考上台大商業所 然後考上台大商業所之後 我就開始做一些 一般人比較認真會做的事情 像是參加商業競賽的Royal Royal的商業競賽就是 你會實際應用一些你學到Marketing的東西 然後跟你的朋友團隊合作之後去Present 然後把成果給評審看 那在台大商業所的時候 我也是繼續打籃球啦 就是也是一樣 其實打籃球就變成一個 是我自己 我個人本身生活的興趣 所以我壓力大的時候 我就會打籃球 那最後我也有去一些企業實習 我有去新展銀行實習 我有去Royal打工 那就去看一下那些產業 對你來說是不是你喜歡的 所以想要給參與者的話 首先就是把握時間 我剛剛花大概五分鐘講完事情 我在我的人生我花了七一年來做完 但是你們有一些 大家還是高中生嘛 你們大學生活還沒開始 一般正常人大概可能花大學四年就可以做完 可是我花了七年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偶像是Michael Jordan 他有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接受失敗 但是我不接受沒有嘗試過就失敗了 那所以這句話主要是希望大家勇於嘗試 因為像我那時候去新展銀行實習前 我什麼履歷是一片空白 但是我就想說 大家都說金融業好像薪水很高 但是我不知道金融業在做什麼 所以我就去投履歷 然後後來我上路我就了解到 銀行院平常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就可以決定說 好我不喜歡我對我未來的生活 我不想要這樣子過 然後就不要 我以後就可以不選擇金融業 那去Loreal也是有沒有說 欸剛好有一個空缺可以去打工 你要不要去 然後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個去我職位是一個camp 是一個打工宅 然後我一小時105塊 大家就會覺得說我不想去 但我就會想說 好我想要知道這個產業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去 然後就了解說 喔原來這種化妝品公司 洗髮金公司 他們平常都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可以決定說 我是要去還是不要去 那最後就是希望各位一定要廣交合友 這是我個人在創業時候的學到的課程 因為我前面有說 我們有被很多媒體報嘛 那大家可能就覺得說 哇好厲害被媒體報 其實根本就不是 其實根本就是我以前 因為我說我是在他系學會 然後我有做辦一些活動什麼 認識很多朋友 那你在創業過程中就會有很多朋友 會說什麼 欸你現在是不是在創業 你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像我們第一個被採訪的 連識的記者 那根本就是我朋友 根本就是我朋友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厲害 不過其實是 大家可能平常就是多多認識朋友啦 多多聯繫一下感情 到你真正需要的時候 你的人脈會比你想像中的更廣 好我要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 剛剛玉琳跟我提到的兩件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就是收穫兩多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是自己必碼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就是 像我們現在大學很多人可能是獨立 自己一個人獨立在那邊生活 或是你可能要面對很多工作 做課業實習等等的 那這些事情其實都是要由自己來承擔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習如何去負責 那像剛剛玉琳提到的 交朋友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因為相信大家在大學期間 應該也都交了很多朋友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交到一些 不是說交到一些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都是一些 不錯正向的人的話 有用的人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好的詢問 也可以幫助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謝謝他們的分享 讓我們也知道原來學生期間 也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 那接下來的講者呢 是我們的實習講者玉瑄 他將跟我們分享說 他在研究所期間 他的實習故事 那我覺得他目前實習的公司 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全世界吧 就是一個蠻大的旅遊平台的公司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分享 就讓我們分享一下 他現在的同學 他那在研究所 有關的 他的文化